生活指南 政策新規 趣事分享 旅遊貼士 還有什麼你想知道的? 美國零距離 網絡各類資訊 與你一起 資訊息 各位聽眾朋友你們好 你正在收聽的是由美國中文電台 AM1450為你帶來的 美國零距離節目 我是Yanny 房地產網站Ruffin 最新的報告指出 受到房屋貸款利率上升 通貨膨脹 和股市低迷 經濟不確定性的影響 西雅圖成為美國降溫速度最快的 房地產市場 Ruffin根據2022年2月到8月 包括房價 房價下跌幅度、供應量 代過戶房屋數量 代售和定價比等指針的變法 對全美人口 最多的100個大都市區 進行了分析 並依房市的降溫速度進行了排名 前十大降溫速度最快的房市 幾乎都是 房價長期昂貴的西岸都會區 或者在疫情期間 吸引大量人口遷入 明顯變得較不可負擔的地區 分析還發現 美國降溫速度最快的十大房市 依序是西雅圖 拉斯維加斯 聖河西 聖地牙哥 沙加緬道 丹佛 鳳凰城 屋倫 佛州北港和華州塔科馬 西雅圖 聖地牙哥 沙加緬道 丹佛和屋倫 為列美國房價最貴的前十五大房市 拉斯維加斯 聖地牙哥 沙加緬道 鳳凰城和北港 即是瑞菲十大最受歡迎移居房市的名單上 與去年同期相比 西雅圖8月在兩週內 就買出的房屋數量減少約半至34 而2月時 只比去年同期減少7% 同時 西雅圖8月一般房屋每平方呎售價 只比去年同期高出半至5 2月時比去年同期高出半至23 另外 西雅圖的房價已經從高峰打跌 8月一般房屋售價比7月下跌半至2 西雅圖 聖河西 屋倫 和聖地牙哥等西海岸的房市降溫速度特別快 主要是因為聯邦升息導致房貸利率上升 令到買家在這些原本就已經很昂貴的地區 更加難以負擔買房 以西雅圖為例 要購買當地中位數房價 775,000房屋 以目前6%的房貸利率來計 每月必須支付還款額超過4,400元 既然說到買房 相信很多人會跟Yanny一樣的問題 在美國買房可以貸款 也可以一次性付清 這樣直接存款付現金買房好 還是通過貸款買房好呢? 其實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 那就不用選了 只能夠貸款 如果經濟富裕的話 還是需要考量一番 Yanny在網上找到一些資料 來和大家一起共同分享一下 如果投資購房者選擇以貸款形式購買房產 在買賣雙方達成協議之後 還需要貸款銀行或貸款公司出具相關證明 以及幫助投資完成後續的手續 而以現金形式購買房屋的客戶 就可以節省這部分時間 直接進入房屋的過戶階段 如果投資購房者以現金的形式投資購房 在之後如果想要出租自己的房屋 則租金會成為投資購房者的正現金流 但這種情況並不代表投資購房者是盈利的 因為還需要考慮市場多方面的因素 賣房存款現金也有缺點 比如說投資後率低 存款現金購買要求投資購買者 一次性投入大量的成本 將大量的資金轉化為不動產 可能會使投資購房者 收去投資其他高回報率的專案的機會 沒辦法享受到相應的免稅政策 美國對於自住房購房者有一定的稅務補貼政策 如果以貸款的形式購買房 就可以享受很多福利 但如果存款現金購買房 相應的利息免稅政策就沒辦法享受了 另外還需要考慮通貨膨脹的問題 不動產最大的敵人就是通貨膨脹 雖然美國聯邦政府和美國聯邦儲備局 正在積極做出政策控制美國的通貨膨脹 但未來的預期似乎不太樂觀 購買房貸款也有不得不提到的優點 比如貸款買房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減輕投資購房者的壓力 將償還房屋貸款的風險分攤給個人和銀行 貸款購房者對於投資購房者前期投入的要求相對較低 投資購房者只需要支付一定的首期 然後每月支付一定的費用就可以擁有自己的房產 並且在貸款購房的時候 貸款銀行和貸款公司也會審查貸款者以及相關房產全部的資料 這樣可以保證買賣雙方的交易安全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用到金融槓桿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貸款購房 過去若干年不少朋友購買自住的房屋也好 投資物業也好 首付一部分 其餘的從銀行貸款 既解決居住需求 同時房屋也增值不少 在說到投資回報的時候 就認為房產是天下最好的投資工具 投資房產是一本萬利 其實投資回報的倍增 應該歸功於金融槓槓的利用 未有屬於自己的住房、自己的家 對美國人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雖然很多美國本土的人都會選擇租房 但美國政府從國民利益的角度出發 營救鼓勵民眾、貸款賣房 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屋 首先購買住宅貸款的房貸利息是可以減稅 而租房者每月的租金不可以減稅 屋主繳納的房地產稅也可以減稅 租房者雖然沒有必要繳納房地產稅 但每月的社區管理費也是一筆不少的開支 可以避免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 你的實際貸款利率等於賬免貸款利率乘以1減免稅率 再減去通脹率 假如如果貸款利率為6的話 通脹利率為3 利息免稅回報為30 你的實際貸款利率只有1.2 注意要減去通脹率而不是加上通脹率 如果貸款利率等於通脹率的話 你就等於白借錢了 這個道理很多人都不明白 美國貸款買房的缺點也來簡單講講 第一就是不利於更低的成交價格 由於房屋貸款的手續比較繁瑣 很多賣房者更願意和全現金付款的買家成交 甚至很多賣家都願意為全房現金購房的買家 降低房屋的成交價格 第二就是還款的時期不易獲得正現金流 雖然貸款銀行或貸款公司 使投資購房者可僅需要支付少量首付 就可以或擁有自己心儀的房產 但投資購房者每月仍需要償還高昂的房貸 在一些房價昂貴的地區 房屋的租金甚至不足以償還當月的房貸 這樣就使得投資購房者很難獲得正現金流 壓力增大 第三就是高槓桿投資同樣會帶來風險 金融槓桿會將很小的套利空間成倍放大 但凡事皆有兩面性 金融槓桿給你帶來的好處有多大 可能的壞處有多大 高昂的價格和不斷上升的利率 令到越來越多的購車者也無法購買二手車 這個消息已經由美國最大的二手車經銷商 CarMax證實了 CarMax在9月底的一份報告中稱 由於該季度銷售的汽車數量 和一年前相比下降了6.4% 其收益暴跌8.54% 該公司將背後的原因歸咎於普遍的通脹壓力 利率攀升和消費者信心低迷導致的汽車負擔能力挑戰 儘管更高的汽車價格提升了CarMax公司的整體收入 但結果遠低於Lafinity調查的分析師的預期 從而被投資者敲響了警鐘 CarMax股市週四暴跌超過8.24% 其他汽車零售商的股票也受到重創 而首車競爭對手Carvana的股價也下跌約8.23% 美國最大的新車經銷商AutoLation下降8.10% 包括通用汽車福特和Tesla在內的很多汽車製造商 股價也走低 過去兩年汽車價格一直在穩步攀升 因為消費者需求強勁 而零件尤其是電腦芯片的短缺 卻限制供應 由於每年約40%的美國家庭會購買汽車 因此汽車較高的價格一直都是總體通脹壓力的主要因素 根據重要通脹指標CPI 儘管8月份二手車價格比1月份創下歷史新高下降半至2 但仍然比2019年8月上漲半至48 新車價格在8月創下歷史新高 過去3年上漲半至30 根據CarMax高管稱 拖累銷售的不僅僅是購買和借泰汽車的高成本 整體價格上漲比家庭預算帶來總體壓力亦成為一個問題 近期T-Mobile已同意支付5億美元 來解決因為2021年黑客事件引發的集體訴訟 據稱該事件導致約7,760萬美國居民的數據洩露 其中3.5億美元將投入和解基金用於支付律師費等費用 以及支付提交索賠的人士 另外T-Mobile還必須額外支付1.5億美元 在數據安全和相關技術上加強其安全性 上年8月T-Mobile宣布其系統遭到黑客入侵 即有報導稱其超過1億客戶的社會安全號 聲明、地址和駕駛執照訊息遭到洩露 雖然事實證明這個數字略有誇大 但T-Mobile的CEO稱 這次安全漏洞已經是4年來的第5次 令人沮喪 疑議的和解協議仍然需要得到法官的批准 一旦批准T-Mobile將有10天的時間 將資金傳入基金 以支付通知有資格索賠的人的費用 根據和解協議 這個涵蓋了T-Mobile確定大約7,660萬數據 遭到洩露的美國居民 目前還不清楚每個人能從中得到的一錢 但一切取決於登記的人數 好了,以上就是今期美國零距離節目的所有內容 多謝各位聽眾朋友收聽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